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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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移动95 水平移动95 就是这样 所以呢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叫Ctrl D Ctrl D我们讲过了 是不是复制套用 移动了 有没有 在Ctrl D 已经又复制一个在套用 在Ctrl D套用 在Ctrl D套用 有没有 有没有形成规律 一规律就好看 同学这个是你要记起来的东西 我们其实到最后呢 用来用去的都是在规律的概念里面打转 好了 这个把它圈起来 我们这次呢 把它群组 群组先把它群组起来 规律要干什么用 要用啊 不然你用它干嘛 我们找一个呢 可以来使用规律的地方好不好 找一个来使用规律的地方 这个好了 抓过来 这个图抓过来 确定 好 这个图这么大 我们讲过了 先按Ctrl 滑鼠的那个什么 滑鼠的那个 移动 那个什么 那个叫混轮移动一下 视窗会变小 拉一下 哎呦 各位没有看到 这张图好大哦 这个是我们刚才的什么 编辑的四框 所以首先呢 按Ctrl 这样我们在拉它的时候呢 才不会变形 拉到差不多大小 好 哎呦 一直跑 一直跑 哎呀 太 拉到差不多 抓过来 这时候呢 这时候我们再来跟它什么 这个地方 那个观看的地方 再回到什么 这个地方来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 往上拉一点好了 往上拉一点 Ctrl 再往下收小一点 好 好 现在这个地方点一下 没有 拉到这里来 这时候呢 跟它浮上来 好不好 浮上来 好 这边再点一下 这张照片 Shift 点一下照片 这是我们讲过的 物件有一个什么 剪裁 我很喜欢用剪裁 咦 有没有 有没有一种效果 有规律的效果 有没有 这我们常用的 善用规律的效果 有没有很好看啊 有 我们做图文整合的东西呢 基本上就是透过这些向量图 的某些剪裁跟变用 这样子呢 有没有 看起来有没有很嗨啊 有没有 比较好看一点 有 比较好看一点 那我们再来试一个 这个这样子的东西给你看 画一个圆好不好 我们先画一个圆 但这一次呢 我们要一个变形 这是我们要的边框 边框先找个黑色 10 给大一点好不好 改个16 哇 边框比较粗一点 这时候呢 填充的颜色不要 这样子 有没有 好 出来了 跟我们有没有讲过的 选择的地方 你点两下 这边会有一个 不是的 错了 再点一下 这边有一个什么 中心点 这中心点呢 我们跟他拉到这边来 稍微拉到这边来 干什么呢 各位 我们在这一个 刚才变形的地方 有没有一个什么 旋转 各位有没有看到旋转 旋转 旋转 我们这一次呢 先按这个地方 有左右 每按一次旋转30度好不好 旋转30度 所以Ctrl D 套用 Ctrl D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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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不基 有没有很漂亮 对 就出来了 规律就很好看嘛 是不是这样子 这就是规律就很好看 然后把他全部 把他什么去了 把他那个 群组起来 那这样就很好看 对 有没有 这个东西就会是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现在各位呢 我们在讲这个东西 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各位你有没有很想变颜色 各位你如果想要变颜色 你是要按天钟还是要按边框 这就考验了 你要按天钟还是按边框 再讲再想一遍 我们刚才是这样弄的 这样子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是边框 我们只是中间天钟的颜色不见了 所以你要改颜色要按哪个地方 要按边框 所以呢 按Shift键 没有 我们按Shift键 这就边框颜色会改掉 对不对 整这个地方 按Shift键 边框颜色改掉 你不信的话呢 你可以跟他按填充的地方 填充 按填充 有没有看到 填充是填里面对不对 我们没有要填里面 我们要填的是边框 这就是 告诉你你要对处理这个东西 我们是边框 还是那个填充 你要掌握的 你要掌握的很熟 对不对 你要掌握很熟 有没有两个规律的东西出来了 这个两个规律的东西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讲另外一个规律的东西 一样以这个为核心 再多学一点规律的东西好不好 好来 这个宽度呢 我们一样跟他改成90 这样比较好处理 刚才我们有处理过的 来 这一次我们怎么样呢 一样我们移动水平的移动 一样跟他移动95 好 所以按什么 Ctrl D 套用95 但这时候呢 我们再来一个缩放 高度有没有 这个是几% 我们高度跟他缩放为70 有没有 这个功能的变形的功能 每一个 你都是要单独做的 我再按套用 哎 有没有缩小了 缩小百分之70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按Ctrl D 记得哦 回来 回来移动 又跑过来了 这时候呢 再到收放 再按套用 又收放了 有没有看到 这个变形的功能 每一个功能 你只能一个一个处理 只能一个一个处理 然后我们再移动 好不好 这时候Ctrl D 复制套用 移动了 收放 我们直接这个东西 再收放70% 有没有 重点是 有没有看到一个规律 规律就好看 那怎么创造规律是我们理解功能之后要去创造出来的思考 但规律就很重要 所以这时候呢 你把它全部都选起来 我们有交过一个功能叫什么 对齐功能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先选择 选取的区域 这个是选取的区域 这是对哪边 靠下面对齐 靠下面对齐 有没有看到看 七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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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律在跑 凡是只要形成规律 它就会形成好看 自己这个规律要怎么用 那当然就看你了 看你要怎么去用它 我们现在只是教你什么 产生规律的技巧 那这个规律的技巧 我们当然在跟图形结合 就可以形成一个什么 很好的 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什么 一个可能的一个变化 它就会是一个这样子的部分 好 那我们今天呢 是来讲 这一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变形的作用里面的 那你也可以旋转 我们讲过了移动 缩放旋转的 讲过的倾斜 倾斜是这样子的 就看你了 我们今天先教这三个部分 记住哦 每个功能都是单独的使用 所以你这个东西 这一个 变形的功能 你如果要讲这种规律 就会稍微 麻烦一点点 不过我也蛮喜欢的 比方说 像我们常常看到 这样子的规律 我们常常看到一个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规律 就会是常常看到的 那 还有另一种规律 那个叫仿制 仿制 比较麻烦 我是很担心 现在这样讲下去 不能讲得完整 大概没有办法了 我们下一堂课来讲 你今天我们先学会 以变形的功能 来思考如何形成规律 一旦形成规律 我们就可以在图文整合的过程中 创造一个什么 更好的一个什么 美感的展现 好不好 那就是我们今天呢 要讲的东西 那我们今天呢 讲到这边 好不好 谢谢各位